昨天关于台湾的所谓中华奥委会是否要改名的事情又被拿出来吵了 民进党明代管毕林还呼吁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处理台湾在国际上被矮化的机构 这些作为有可能吗 因为蔡文现在的民调的支持度节节下滑 而他的施政也不大可能短期内有所改善 那怎么才能够使他的民调止迭呢 就是要把焦点转移 把他施政不利的焦点转移 而最好转移的方向不就是制造台湾的仇中恨中反中的一个情绪吗 这个整体来说叫民粹动员 于是民进党的立愿的党团就提出来了 说中华奥委要改名 改名了就是要搞两国论 改名了就是要搞一中一台 改名了就是要搞四十台独 好紧接着管毕林又说 那现在台湾在国际空间不断的被大陆打压 被大陆矮化 就要成立一个专案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有了专案的委员会以后 你只要把新闻截头去尾 把他就可以把事件完全扭曲掉 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WHA的邀请函了 那没有收到邀请还要参加一定会被拒之于大门之外 好那拒之于大门之外 如果这时候再刻意的表一下闹牌 那就会知道一些媒体效果啊 而这个媒体效果剥回台湾以后就会散动民粹嘛 这不就是民粹动员吗 然后接着就说 这就是大陆对台湾的南岸打压矮化 所以这就是台湾一连串的一个做法 而这一连串的做法虽然我非常的看不起 但是这个做法长期以来 民进党操作的仍然非常的手忍而有效 那现在管兵您这个提出来 就是我还要要一笔钱 我以后还更有钱去操作这些事情 他可以在世界上各地点火了 但是能不能做到 我们还是在继续的观察 我们先